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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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长春市的和平大街 那通话面可以感受到此刻的风力是比较大的 对此今早吉利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 而在未来几天降温降水也将陆续出现 甚至出现降雪 从今早开始 长春市出现了五至六级西南风 瞬间风力可达七至八级 同时伴有浮沉和阳沙天气 根据吉利省气象台预测 未来24小时 松原 四平 辽原和吉林西部将受到大风影响 主要是由于那个蒙古气旋 东移 然后给我们省带来了就是这种大风 到明天白天呢 就是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一个风向的转变 转变成一个四级左右的天北风 伴随着大风的到来 我省天气又有变化 就在今晚 首先白城松原将由小到中雨出现 到12号白天 吉林省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小雨 而到了夜间 部分地区会转为雨加雪或小雪 气温也会出现断崖式下降 明天早晨出门的话 可能气温还会比较舒适一些 但是到明天下午的时候 中西部地区呢 气温的降幅呢会比较剧烈 除此以外呢就是降温 整个过程来看呢 就是累计降温幅度呢 大概在8到12度 以长春市为例 今天最高气温为18度 最低气温为9度 而明天夜间最低气温为零下3度 到4月13号最高气温只有6度 记者提醒 本轮降水主要集中在12号白天到夜间 13号夜间降水过程结束 到14号时气温逐渐回升 首王都市君阳静泽报道 其实啊在今天下午 长春市的户外风力呢 就在逐渐的加大 那现在呢是晚上的18点04分 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现在外面的天气是如何的 那我们的直播记者赵新 就在长春市的新民广场附近 来连线他 看看现在户外的天气和交通情况 你好赵新 你好两位主持人 那我现在呢 就是在延安大街的过街天桥上 为大家呢带来此一时段的这个直播 那么现在啊通过镜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室外呢是处于一个阴天的状态 那今天白天的时候呢 我们的记者君阳呢 也带大家看到了这个 路原区的一个室外的天气状况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 我们也来聚焦一下 朝阳区的一个天气状况 那么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室外呢 不仅是一个阴天的状态 同时呢风力也是比较强的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摄像记者呢 已经将这个镜头呢 聚焦到了树枝上 那可以看到树枝呢 也是这个随风摆动啊 那今天呢 吉林省气象局 长春市气象局 以及应急管理部门呢 也是发布了蓝色大风预警 那提示市民呢 非必要不外出 今天的这个室外的一个风力呢 可以达到五到六级 那瞬间风力啊 可以达到七到八级 尤其呢 记者现在还是在处于一个 过街天桥的状态 能够带大家呢 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今天户外的一个风力了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手机上的一个查天气的APP 来看一下今天的室外的一个空气质量 可以看到呢 这个APP上显示啊 今天室外的一个空气质量呢 是187 那我们点开它 可以看到这个最近监测站的一个AQI指数就是187 其实是一个中度的空气质量 那么往下翻呢 可以看到今天全天的一个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最 这个数值达到最高的时候呢 可以达到228 也就是一个重度污染了 因此呢 也提醒市民朋友在今天夜间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这个户外活动 如果说您需要户外出行的话 最好呢 是携带这个N95口罩 或者是易用的外科口罩 那同时呢 如果说您在这个家中的话 也尽量不要选择开窗通风 必要的时候呢 您可以打开这个空气净化设备 那通过镜头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市外呢 是处于一个浮沉跟阳沙的天气 并且呢 现在市外延安大街 此时的这个路段呢 还是车流量还是比较适中的 可以说在延安大街的中段的左右呢 车流量是稍显密集的 那我们现在呢 由于是在这个过街天桥 所以这个好处呢比较多 一方面呢 可以带大家看到延安大街的一个天气 这个以及车流量的一个情况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新民广场的一个车流量情况 可以看到在这个环岛内啊 车流量呢 还是不是特别的集中 这个流量呢 也不是特别的大 车辆呢都在非常好的通行 所以呢 也提醒这个市民朋友呢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开车也一定要小心 还有停车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停靠在这个广告牌呀 以及摇摇欲坠的这个树枝下面 避免呢伤害您的爱车 那气象部门呢也表示 呃在明天呢可能会有小雨 转雨加雪的一个天气过程 因此呢提醒您 这个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 同时呢出门携带雨具 好的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 好的感谢赵新带来的现场报道 那这两天呢 我省的气温变化幅度呢 会比较大 风力呢也会比较强 那么在这样的天气下呢 大家除了应对气温变化 同时呢还要注意防火安全 您看昨晚长春市同康路 与广德街交会的一栋高层大楼 突然起火了 这几十层楼都在燃烧啊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 事发现场了解 这起火灾的具体情况 昨天晚上11点左右 位于长春市广德东街 与同康路交会的一座高层 突然起火 火势很大 空气中泥漫着黑烟 消防人员立即出动 紧急灭火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 广德东街与同康路交会 昨晚火灾事故的事发现场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紧邻着排烟管道的外墙体 已经熏黑 在第八层和第九层左右呢 墙体的保温层已经烧毁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虽然大火早已被扑灭 但是在现场 仍然能够闻到烧焦的味道 火势严重的地方 楼层的内墙体也露出表面 就是那个咱们抽烟的那个排风 找了 是几点找的 哎呀 十一二点钟嘛 然后这边马上就开始修复了 我们也积极承担这个责任 据周边商户介绍 此次火灾事故的原因 疑似由一家商户的排烟管道 着火所致 目前排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具体事故原因以及损失情况 以消防部门出具的认定书为准 首王都市党员彭飞报道 春季呢空气干燥 大风天气呢也会有所增多 防火这根险呢一定不能松懈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 交通方面的安全 那我们都知道呢酒驾醉驾一旦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驾驶员呢将会被处以终身禁驾的处罚 近期啊那吉林省官厅交通管理局就通过排查和梳理 实名曝光了十一名终身禁止驾驶的驾驶员名单 为不断提高驾驶人的安全驾驶意识 提高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吉林省官厅交通管理局 经过排查和梳理 现实名制报告从2021年2月1日至3月1日 吉林省终身禁驾人员名单 终身禁驾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驾驶人做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不得驾驶机动车的行政处罚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和101条规定 引久后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的 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 都将被处以终身禁驾的处罚 希望广大驾驶员能引以为戒 切勿心存侥幸 首都市 王磊 海军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医保方面的最新消息 消息很多朋友已经在朋友圈看到这条消息了 那就是在4月7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确定建立健全职工基本 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措施 这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就是 拓宽了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围 简单的说 这职工的医保账户不光可以自己用了 还可以给父母子女家人使用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 普及十多亿人的基本医保网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害大 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曼特病和多发病 常见病普通门诊费用 纳入统筹基金支付 第二 改进个人账户记录办法 在职职工个人缴费 仍记录本人个人账户 单位缴费全部记录统筹基金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 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 第三 会议确定 拓宽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允许家庭成员共计 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的药品 医疗器械和医疗耗材 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 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 这意味着进入到个人账户的钱变少了 但是个人账户使用范围 将扩大到职工 配偶 父母 子女 有助于加强家庭护剂 一人参保 保全家 新政一出 不少网友也在网络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更多门诊费用纳入医保报销 比医保账户家庭成员共计 更有助于减轻患者的负担 也可以避免为了报销而住院 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机制一直在完善 保障着每一个公民的幸福生活 身体好的真的不太用得上医保 多少其实无所谓 共享这个好一家子总有用得上的 在同一家庭中 往往存在这种情况 有人医保金额充足 却不需要使用 有人医保金额不多 甚至没有 却几乎每天都要使用或者不够用 允许医保个人账户 在家庭成员当中供给 将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矛盾 首王都市赵新编辑报道 国社府保护网守护家 中国人手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克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泥叫芝麻酱白酒 东北嫁酿茅台品质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四号大众旗下资品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新车买了五个月 消费者质疑后喷漆 你说我这个车 左后车门全面喷漆 你说我当时买的是 全新的车 一次事故都没出过 怎么可能是全面喷漆 店方承诺没问题 检测报告不给出 这个东西啊 肯定是有后能解 因为是240区和10040区 可以这样 我哪个报告 都法律就可以了 你现在找人来 相持不下 想念车 没有侧笔 难判断 你们没有侧笔 是吗 我们还有一个 你可自己可以去 天天就摆了 说不清的后车漆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楼梯外侧墙皮脱落 头顶上的安全 得尽快处理 反正好几天了 早上来的时候 然后就看那个墙上的砖 和那个墙皮啥的 就是都掉到地上 我们把这几床的业主 都联系到位了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几家拿钱 找个工程队来维修 延期交房一年多 说好的违约金 咋还不对线 搞我年末 验收色格 一定的交房 到现在还是没验收完 现在诉求是退房 或者要按活动陪护 你不是说个人 个人知道法 所以我们去哪个人 你要是自己找的话 你可以去哪个人 就不知道 这个负责人都没有带 所以我们就带不少 帮我做打破 针网骨鸟 27只男子涉嫌 非法狩猎 被刑狙 没了 你看这家拿 你别的没有输 这玩意 你打不着这玩意 我打了 我帮你找的 你能我打 你我别 这是什么 我哪个人 亲血八位片 国药亲哄血 血好心脑好 本来没有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 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已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 千元现金奖励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我们接到多个热情电话 说长城市安达街和 德惠路教会处的一栋写字楼的 外墙皮出现了脱落的情况 已经砸坏了楼下一家商铺的牌匾了 现在还有一块墙皮悬在了楼体的外侧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听吓人的 在接到市民的电话之后 我们现在已经赶到的位置 就是在安达街与德惠路交汇的地方 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一个写字楼的楼下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可以往上看 那么在墙体的边缘外侧 有出现了墙体外侧脱落的一个情况 在地上也分布着零散的外墙体的碎片 在我身后的这一排呢 是一排的这个停车位 也有很多的车辆停放在此处 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人行步道 每天也会有很多的行人经过此处 所以说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想问一下大约是什么时候开始脱落的 一天就走 走一天还封掉了 后来那边就在那个挡上了 天天我们也害怕 我们到垃圾 来回走不敢走 反正好几天了 早上来的时候 然后就看那个墙上的砖和那个墙皮啥的 就是都掉在地上了 把那个后就是宣传砖板那个打坏了 人没有住房子吗 人没有 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有人啥的要走的话 基本上都从后边走 附近的商户告诉记者 这栋楼没有物业进行日常维护 昨天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来到现场查看 并拉上了警惕线 提示大家不要从楼前经过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该由谁来负责维修楼外墙体 消除安全隐患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负责该辖区的南昌社区 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需要书记针对此事做出回答 随后记者留下电话号码 在当天下午也接到了南昌社区工作人员的回复 这个楼吧没有物业啊 这区第一发现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就是设置那个警示标线 地上那个警示牌 就是说高空最悟啊 行人躲开 怕闸头啥的意外危险啥的 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联系这个业主 因为他那个楼吧 是写字楼一城一个业主 我们把这几城的业主都联系到位了 跟他们都把这个事情都说了 他们现在是也都坐下来开会了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几家拿钱 找个那个工程队来维修 随后记者也询问何时能够维修 南昌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业主们正在统计预算 他们也会继续与写字楼业主协调 跟进此事 争取早日消除安全隐患 上都市英杰彭飞报道 现在呢外面的风力是比较大的 希望呢这块悬在上户头顶 也悬在大家心中的这个墙皮 能够处理妥当 尽快的把影换排除 咱们接着往下看 北约初呢教育部发出了通知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 那最近呢也有报告指出 全国超八成的中小学生 睡眠时间不达标 那么现在长春市中小学生的 睡眠时间怎么样 我们的记者呢走上了街头 采访了一些学生和家长 采访时记得发现 小学生睡眠时长约九个小时 初中生尤其是初三年级的学生 大部分都会熬夜 平均上床睡觉时间为十一点左右 为什么中小学生普遍出现睡眠不足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睡眠时间呢 就是五点放学 然后回家又得差不多半个小时 然后写作业 然后再聊聊天啥的 就几乎十点十一点的 放回家都七八点了 还有很多课 写完作业再睡就已经很晚了 近日教育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 其中精确提出 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十个小时 初中生应达到九个小时 高中生应达到八个小时 一次保证 中小学生享有充足睡眠时间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但是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 2019-2020蓝皮书显示 2020年青少年平均睡眠时长7.8个小时 比2009年降低0.3个小时 99.5%的小学生 每天睡眠时长不足9个小时 90.8%的初中生 84.1%的高中生 睡眠时长没有达标 而且上学日 睡眠时长呈现随年纪升高而下降的趋势 对此有些家长表示 也想让孩子多睡会儿 但现实情况不允许 科业比较重 然后补习班上的比较多 那要小生出了 担心他的学习啊 有就是跟不上大家的节奏 小孩他晚上他就不爱睡觉 二晚上完了 他去了写作业的时间 就是一整就9点多了 专家建议 以吃好睡好运动好为目标 全面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加大青少年对蔬菜水果摄入量 延长青少年上学日睡眠时间和中小学生运动频率 同时也需要学校家庭网络等相结合 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视网都市编辑报道 其实除了发通知保障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以外 我们更应该关注学生睡眠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采访当中不少学生和家长都表示 睡得晚跟课后学习写作业都有关系 那么如何在课业压力 课外补习还有睡眠时长当中寻求一个平衡点 这恐怕是教育部门和家长们下一步应该共同探讨的问题了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今天是第25个世界帕金森日 那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和长春市医院 举办了对帕金森病人的疫诊和帕金森康复患者的联谊活动 那么具体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今天是第25届世界帕金森日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和长春市医院 举办了对帕金森病人的疫诊和帕金森康复患者的联谊活动 每年的4月11号来做这样的活动 主要的意思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疾病 关注这部分患病的人群 据了解65岁人群中帕金森病在中国的发病率为1.7% 国内每年新增的患者人数超过10万 因为帕金森病是一个典型的慢病 所以这些患者的话最好的是对自己疾病的知晓 才能对自己的疾病有更好的认识 希望这些患者逐渐逐渐加入到这些 这个大家庭里来 为确保G1京哈高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 瓦盆窑互通桥施工顺利 及其期间的交通安全 决定于2021年4月12号至2021年4月15号 对G1京哈高速瓦盆窑互通区一扎道 采取临时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 4月19号8点30分至16点30分 城郊宫殿乐阵县有计划停电 受影响范围有天府小区富贵家园 人民政府楼乐山村乐山街道大修厂 长春市朝阳区乐山镇卫生院 乐山镇政府等企业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近两年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刮起了一阵剪辑风 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 让人大呼过瘾 一些账号的主播借搬运经典吸引粉丝 粗大之后再通过带货广告等手段获利 成为了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最新搞法定 但是你知道吗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这些影视剧剪辑账号都存在着侵权的风险 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 三分钟快速看大片 在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 我们经常能刷到这样的视频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以人民的名义为关键词搜索 十余个影视类账号 将原剧每集压缩剪辑为几分钟的精华版 播放量少则一两千万 多则过亿 最终李达康的人气很高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权力方面 高于梁是明显大于李达康的 随着人们追剧节奏越来越快 这类内容搬运工账号 往往能吸引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粉丝 我都是看这个博主补电影的 剪得不错 感觉剧情很好看 与此同时 一些账号的名字 甚至还写着收图 通过售卖搬运教程来牟利 如何自学影视剪辑 镜头之间可能有点生硬 那你点一下这个 电话和闪还是经常用的 但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这些影视剧剪辑账号 存在着侵权的风险 4月9号 国家电视艺术交流协会等15家协会 多家影视公司 发布了关于保护影视版权的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 对目前网络上出现的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 针对视频内容 未经授权进行剪辑搬运传播等行为 将发起必要的集中的维权 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对侵权内容予以举报 共同预防抵制侵权行为 社网都市新京编辑报道 新车买了五个月 消费者质疑后喷击 我这个车左后车门全面喷击 你说我当时买的是全新的车 一次事故都没出过 怎么可能是全面喷击 电方承诺没问题 检测报告不给出 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后问题 因为是200数据和100数据 一二三 有哪个报告 都法律就可以了 你现在找这个 相持不下 想念车 没有侧笔 难判断 你们没有侧击笔车吗 你们自己可以去 天天就摆了这玩意儿 说不清的后车漆 我都是今日关注 延期交房一年多 说好的违约金 咋还不对线 告诉我年末 验收策隔 一定交房 到现在还是没验收完 我现在诉求是退房 或者按活动培护 这个负责人都没有在 所以我们这边不跑 不老做打错 真网骨鸟27只 男子涉嫌 非法狩猎 被刑拘 这有没网呢 没网 你看这俩打 你别的没有处 这玩意儿 你打不着这玩意儿 别我打 我从你脚 没有打 这是什么 我哪个人 关注非健康 中药补费丸 专制可胆喘 欢迎继续收看 正在为您直播的 首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您随时给我们提供 爆料的视频和新闻线索 2018年 长春的邱先生 在长春一华路 国际食品安全创新创业园 买了一套公寓 根据合同的约定 应该是在2019年的年末交房 如今 已经是2021年的4月份了 房子还是没有交付验收呢 我是在长春北湖一华路 18年八月份 两次分期购买的房子 交房日期是2019年12月末 验收合格交付我们 事实始终就没交付 没验收 球先生告诉记者 这眼瞅着已经过了 合同上约定的交房日期 他却没有收到验收合格的房子 这样他有点着急 于是在2020年 他找到了合同上的甲方赵先生 询问此事 当时赵先生对于房子 没有验收合格 给出的原因是 销房需要整改 赵先生告诉我年末 验收合格一定交房 并且按照合同上的违约条款 赔偿给我 预期交房款 到现在还是没验收完 始终他也不回复 不答复 这意思你打算问他要房 就给你房 验收得等就是 我现在诉求是退房 或者按合同赔付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现场拨打了合同中 甲方赵先生的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由于无法通过电话等方式 与赵先生取得联系 记者来到了楼下 江河房地产的 现场施工管理办公室 并对工作人员讲述了来意 工作人员表示 求先生购买的是个人抵账房 他们无法约束个人行为 对于房屋为什么没有验收完成 他并不知情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开发商 东北一华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一名物业人员将记者一行拦在了楼下 并通过他的电话 与开发商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临走时物业工作人员透露 之前来过很多来问验收交房问题的业主 整体这个房子的建设和验收 是不是应该开发商店负责呢 你是建筑房 不是开发商店 那么建筑房在哪 你建筑江河 就那条板头 应该找仓 不能找证 之前来过很多人 去年我们也接待过 于是记者又回到了 之前我们来过的 江河房地产的现场施工管理办公室 发现大门紧锁 办公室内也未见到工作人员的身影 就验收这点事 出差出差锁门就锁门 不接电话不接电话 谁能管我吧 我现在当那开发商领导回来 看看他什么意思 什么都是一尘共链报道 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反应 说在长春光谷大街与嘉云路交汇 一个商家把门前的 二十多个公共停车位给撕圈起来了 本来附近停车就很紧张 这样一圈 居民停车就更难了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 电话中所说的这个位置 何时情况 本来在公共区域 然后是政府画的地址的字号 对吧 去年夏天的时候把那个围上了 我们就停车已经很困难了 也反应打过电话 但是最终没有得到解决 那去年那时候 都是大琴瓦罐的 今年夏天的更过分的是 把其余的地方又给围上了 那个建了一个升降港 记者到达现场后看到 大琴瓦罐门前的停车杆已经拆除 段女士表示 可能是由于他拨打了市政电话 饭店自行拆除 但是记者看到 隔壁商家门前的停车围栏还在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光谷大街和嘉原路交汇处 那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正在装修的门市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门前呢 有将近20多个停车位都被这样的黑色栅栏圈了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车位上面都是白色的线 而且是有这个市政规划的数字以及字母的 那我们其实在附近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的停车位还是比较紧张的 由于受有停车位栏的商家没有牌匾也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 记者来到了隔壁的大琴瓦罐饭店了解情况 我刚问了 你问你我家这拆了 隔壁那不是我家的 我认为我们当初认为说 我们这个门前是我们可以自建停车厂的 所以我们再建 后来告诉我们 为我们去拆了 他家之前是干啥的 就装修之前 他家里说我不知道 段女士表示 虽然大琴瓦罐门前的停车杆已拆 但是隔壁商家未拆除的停车杆 依旧影响居民停车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 记者拨打了长春市政电话 新网罐旁边的谁讲 没有牌匾 现在正在装修呢 我们再问一下 现在还有多少没拆 还有一半吧 拆除是咨询拆除的 还没有到强制拆除那一半 那一步呢 情况请问单位答复说 执法人员现场去核实 投诉的情况属实 执法人员已经最近加达了 责任通缆通知书 并且会继续的更进这件事情 视网都市刘阔公围报道 我省的吉林市是重要的 鸟类栖息地 以及候鸟的迁徙走廊 每年春季啊 都会有很多珍稀野生鸟类来到这 近日呢 吉林市官局高新分局 就破获了一起 设置捕鸟粘网 抓捕国家三有野生动物弹剑 解救白瑶猪鼎鹊 二十七只 这是2021年3月22号 在吉林市松花江沿岸发生的一幕 视频中的男子姓李 他在此处灌木丛中 设置了四十多平方米的一个大网 嘴上还阵阵有词地说 要打什么东西 那么他设置的这个网 到底做什么用呢 这网子干嘛 这就是打枪 几天开始在这打的 刷子 打就一动了 王行在这直接吧 我打一下 我黄条怎么打 确定 就是打 我两条网 视频中男子态度诚恳 但他应该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犯了什么事 更没有想到 问自己画的能是警察 通过进一步询问 民警得知 嫌疑人李某根据白腰朱顶雀 用鸣叫的方式 吸引同伴成群迁徙的习性 将一只被控制的白腰朱顶雀的声音当诱饵 对鸟群进行成批捕捉 当下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 大批野生鸟类将从跃动地 飞往繁衍地 李某正是利用了这一习性 用鸟鸟吸引鸟类 之后架设沾网捕捉 民警随后将李某架设的绽放 拆除并逾越扣押 通过现场清查 民警当场扣押白腰朱顶雀27只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 因涉嫌非法授猎罪 已被刑事拘留 扣押的白腰朱顶雀 已移交吉林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责日将放归大自然 首网都市 文泽志刚吉林市报道 近期重庆南警方得到一条涉及跨境网络赌博的重要线索 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进行布控 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境网络赌博案 这些赌博平台的代理人宣称 投注简单 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坐等收钱 这样不少参赌人动了心 据了解吴某在一家超市打零工 每月只有不到三千元的工资 刚开始只是三十五十的投注 但随着赌注越来越大 自己也越陷越深 最终他输掉了六万块 是吧 我是停止不下来了 你钱输了 东东车打了 好像觉得有点感觉到 有种子想把它填满 一怕家里面的人发现了 刚开始参与赌博的时候 可能他们公司会让他们先赢一点 先让他们尝一点填头 然后后面就会一直在输 其实都是被庄家操控的 经专案组调查 该犯罪团伙职责分工明确 在境外架设服务器 开设专用的赌博APP 在境内发展多级代理人 由各级代理人进行诱赌 招赌吸赌 该团伙通过非法购买银行卡 身份证等证件信息 对赌资层层流转 以规避监管和警方侦查 在查清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法后 专案组开始集中收网 由于该案犯罪嫌疑人 分布于全国多个省份 200余名民警22个抓捕小组 吩咐云南福建四川山东等地 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目前供抓获犯罪嫌疑人166人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提醒您啊 别被一些迎头小利所迷惑 这赌博尤其是网络赌博 都是有人在操控的 一旦参与 那就是逢赌必输 等待你的只能是倾家荡产 大家应该从自身做起 坚决抵制各类赌博行为 同时呢 一旦发现相关的违法犯罪线索 要及时与公安机关联系 进行举报 明知违法的事肯定不能做 那自认为不违法的事 就都能做吗 也不见得 比如下面这事啊 一名最汉的手机掉在脚边了 那此时呢 一名代驾小哥看到了 伸手就把手机捡走了 这样的行为 到底算是偷还是捡呢 咱们来看看 监控画面显示 三月十二号凌晨一点多钟 一名醉酒男子 正倚靠在万象城外的 一处花台上昏昏欲睡 十多分钟后 男子口袋里的手机滑落出来 掉在了他的脚边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 都没注意到 半个小时后 一名代驾小哥 似乎发现了这部手机 一个小时后 醉酒男子清醒过来 发现手机不见了 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警 通过侦查 民警很快锁定犯罪嫌人 王某 并在沙冰坝一小区 将其抓获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当时证明代驾呢 他捡到手机过后 然后就拿去到手机店 进行了一个刷机 然后把手机给家里面的人用 然后我们呢 也是通过一系列侦查 就锁定了嫌疑人的一个 诡计 然后将嫌疑人抓获 而对于到底算偷 还是算捡的问题 民警提醒 因醉酒疾病等原因 暂时失去意识 其身上或掉落的物品 在可控范围内 不是遗失物 不能被随意捡走 因为这名醉酒男子的手机 掉落在自己的口控范围之内 然后同时呢 这名代驾在这名醉酒的 醉酒男子的口控范围之内 然后把手机给捡走 这时候就不叫捡 而是偷 然后我们对这名代驾 代驾进行了强制措施 新车买了五个月 消费者质疑后喷漆 我这个车 左后车门全面喷漆 你说我当时买的是 全新的车 一次事故都没出过 怎么可能是全面喷漆 电方承诺 没问题 检测报告不给出 这个东西啊 肯定是有后喷漆 因为是200数据和100数据 是一样的 出哪个报告 都法律就可以了 相持不下 想验车 没有侧笔 难判断 你们没有侧机笔 你可自己可以去 说不清的后车期 守望都市 今日关注 欢迎回来 本来没有长寿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 给我们提供 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去年11月底 长春的谷女士 在简阳大陆 森服国际名车 购买了一台丰田汽车 总车款加上车辆购置税 一共花费了将近54万元 前两天 谷女士在偶然的机会发现 左后车门的车漆 比其他的位置要厚 明显是重新喷漆的 那么新车 为什么会被重新的喷漆呢 谷女士立即找到了 卖车的经销商 寻求答案 可是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对方却一直没有给 谷女士一个明确的说法 谷女士告诉记者 2020年11月22号 她在长治市路原区 景阳大陆 森服国际名车 购买了一台中东版 丰田普拉多2700 全款是49.6万 加上3.6万元的购置税 一共是不到54万元 可是开了五个月以后 谷女士发现 这辆车的车门被喷过漆 也才开3800公里 之前有个朋友 在车掌柜卖的车 然后我俩也就行 把车去到那块看看 看看我这车值多少钱 到那块以后 人家直接就检测出来 说我这个车 左后车门全面喷漆 你说我当时买的是 全新的车 而且我在买到现在 一次事故都没出过 怎么可能是全面喷漆 正常范围是105 再测一下其他的 其他地方106 这是左后车门 215 然后再往这上 192 事情发生以后 谷女士就联系了 购车时的销售员 也将这辆车 开回了森福国际名车 这里的工作人员 对车辆进行了检测 他给我测了一下 一下子显示 那个数值 就是在200到204之间 直接就显示出 这个车门 就是二次喷过漆的 我第一次找他协商的时候 我录音了 他在那个录音里头 已经明确表示 这个车确实是二次喷漆 但是他跟我强调的是 喷的是厂家喷的原厂漆 我们保证你 它东西是原漆 不是说这是说啥的 后喷的或者是怎么意思 你不拿车一去除去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是二边漆 看不出来 你有可能说是出厂的二边漆 或者是你划完了之后 再给我喷的 那也叫二边漆 对不对 你把出厂方证明 这辆车就是二次喷漆的 这个证明你给我 我就认这个事 谷女士说 当时他与森福国际名车的销售人员就此事进行了协商 可是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记者和谷女士来到了森福国际名车 销售的乔经理进行了接待 这位乔经理告诉记者 正常来说 进口车从出厂到海关 再到经销上的店里 要对车辆进行四次检测 在卖给消费者时 车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随后记者跟随这位乔经理 一起对谷女士的车辆进行了外观检测 对于这样的答复谷女士不能认可 而此时另外一名销售经理也对此事进行了解释 这个车在买的时候 客户确认了 合同也都写了 在我卖它之前 所有的东西都是合规 所有人卖车渠道 不会给它测什么漆面的 我们从厂家出厂 到海关 报关 都是合规合法的 所以说到达之后 这半年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不清楚 针对车辆 左后车门喷漆一事 双方是各指一词 听起来双方说的也都有道理 这谷女士呢 要求查看的出厂报告 孙福国际名车的两位销售经理都没有出事 这谷女士的心里肯定是不舒服 所以呢 她也将此事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谷女士也将此事反映到了 长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路原分局正阳市场监督管理所 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并表示 接下来他们会根据谷女士提供的相关证明 到孙福国际名车进行调查 也会联系消费者协会 针对谷女士所反映的问题 对谷女士和森福国际名车进行调解 那么谷女士一直强调的 想要车辆出厂的检验报告是否合理呢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根据现有证据 商家仅提供了一个随车进口车辆的随车检验单 但是根据进口车辆规定 进口车辆在进口过程当中 是要对其品质进行检测 并随附品质检测报告 那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这个品质检测报告的 商家也应当向消费者出示 保障消费者对车辆的执行权 根据进口汽车检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进口车在进入国内市场时 应当对车辆的一般项目 安全项目和品质进行检验 以上三个检验都有检验报告 消费者可以要求经销商提供以上几个检验报告 经销商也可以主动出示给消费者 在合同中注明 排除消费者的顾虑 也保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 律师也表示现在双方对车辆喷漆仪式 各有各的说法存在争议 鉴于此情况也可以对车机进行专业的司法评估鉴定 进口车辆规定 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项目当中包括了对车辆外观进行一个检测 如果鉴定结果证明 这个车在销售时是存在质量问题的 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车辆的经销商最高可能会面临假一赔三的处罚 如果经销商能够提供骑载销售时 车辆是符合销售标准的 那经销商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守望都市报道 近日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迎来了终胜判决 被告杭州野生堂世界被判删除原告 郭冰办理指纹年卡时提销的 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和指纹识别信息 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旅行完毕 2019年4月浙江理工大学的教授郭某 花了1360元马力章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畅游365天的双人卡 并留下了电话号码录入指纹信息 确定最终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 2019年10月 动物园出了一条新规定 将指纹识别改为人脸识别 否则将无法入园 郭某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 不同意接受人脸识别 要求原方退卡 动物园方则认为 从指纹升级为人脸 是为了提高效率 双方协商为国 郭某把动物园告上了法庭 二审判决 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即判决野生动物世界 赔偿郭某合同利益损失 及交通费 共计1038元 删除郭某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 包括照片在内的 面部特征信息 以及指纹识别信息 驳回郭某提出的 其他诉讼请求信息 人脸识别信息 相比其他生物识别信息而言 呈现出敏感对高 采集方式多样隐蔽和灵活的特性 不当使用将给公民的人生财产 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应当做出更加严格的规矩和保护 经营者只有在消费者充分同意 知情的前提下方能收集和使用 且去征选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 它的更广泛的 或者更间接的意义 就是使普通的老百姓 可能也会意识到 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包括也可能会 间接地促进一些商家 包括野生动物世界 启用人脸识别技术的时候 至少要做得更加的规范 社网都市报道 天气越来越好了 户外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踏青赏花 爬山野营 远离城市的喧嚣 去感受大自然的清新 总是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不过在尽情玩耍的时候 提醒大家一定要第一房 藏在暗处的敌人皮虫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他盯上 然后比较冒神操作 就第二天发现那个 身上长了点这个枕子嘛 然后涂了点药 发现两三天也没好 据小林回忆 当时感觉被虫子咬了一下 并吸附在他皮肤表面 他就赶快用手将虫子弄掉 后经医生判断 小林是被皮虫咬了 需要用药治疗 医生所说的皮虫 又名避尸 扁尸等 很多地方还管它叫草耙子 是多种脊椎动物体表的 暂时性寄生虫 以吸血为生 皮虫喜欢栖息在树林草地 灌木丛中 人被吸叮咬后 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皮肤红肿 发热 全身无力 头痛 恶心 呕吐 腹泻 精神不振 严重的甚至可以致命 那么一旦发现被皮虫叮咬了 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处置呢 如果说我们发现身上有皮虫 处理的关键呢 叫尽早完整地去除 包括口气在内的整个虫体 可以用镊子或者专用的工具 夹住口气 缓缓用力垂直拔除 一定要检查一下口气啊 躯干啊 整个皮虫的各个部分是否完整 然后呢 用一些消毒液 消毒伤口 如果说处理不当 比如说拍打 针戳 火烧烟头烫等一些这些方法 有可能斥得其反 刺激这个皮虫啊 它进行呕吐 体内的这些带有这个 这种病毒的血液 有可能会反流到人体内 引起各种比较严重的传染病 专家提醒 野外游玩时要尽量少去草丛茂密的森林野地 尽量穿长裤长衣 不要将皮肤直接裸露在外 如需要进林区或野外工作 还要戴上帽子 扎紧腰带 袖口 裤腿 颈部要系上毛巾 还可以在皮肤表面涂抹防虫药膏 外出归来的时候 要及时的洗澡更衣 防止把皮虫带回家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怕质糖喝简醇 俊乐宝简醇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新闻资美品质生活 好运牛肉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糖尿病 并发症患者 吉林省就知万人心脏病 脑虚感病康复工程正式启动 上述疾病的患者可以拨打电话 申请援助治疗 节奏最后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的留言情况 精灵跟我们留言说 今天的风真是太大了 我就不到90斤的小体额 差点被吹跑了 看来真得增肥了 不然真扛不住咱东北的风 真是太瘦了 确实风也大 你看人人也说了 平时都带一线劲 今天明显感觉风吹的眼睛不舒服 说到我心里了 他说特别干涩 而且有的时候觉得眼睛进沙子了 很抹眼睛 建议大家这大风天 尽量还是戴有矿眼镜比较好 不要戴隐形眼镜了 大风留言说 没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出去刷车了 没想到刚才竟然还下雨了 这车白耍了 有的人就是一刷车就下雨 不刷车也不下雨 就赶巧了 有默契他说大风沙天气 大家尽量是在家待着 别出门了 也别开窗通风 要是实在要出门 得戴好防尘口罩 避免吸入沙尘颗里 这春天就是容易刮风 而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 一直在报道 这两天就要降班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报道 提醒大家 稍后的经典剧场 将继续播出情感大戏 将婚姻进行到底 欢迎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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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